平安365 滚滚浓烟 相似家猫 苦心精盈 复制一句 平安365 危机时刻 即将播出 这里是江苏省扬州市 一幢居民楼的六层 2014年1月2日 早上9点多 刺鼻的浓烟 开始从这个楼层的 一个住户家里 弥漫开来 当时因为它在六楼 我们跑到五楼的时候 已经可以感觉到 冒出来的烟气 而且这个防浪门 温度已经比较高了 通过这个线下来 判断它里面燃烧的 本来是比较猛烈 防盗门传递出了 危险信号 为了尽快了解 火汤密封的情况 控制火势 消防队员们 只能破门而入 经过现场勘探 起火的位置 在卧室的床墩 跳跃的火焰 包围着床铺 并不断向四周蔓延 在救火的同时 也迅速地在其他房间进行了搜索 当时可以肯定 房间里并没有 当时没有人 没有进入 在水枪的强势压制下 明火很快被扑灭 但是起火的房间 在活与水的侵蚀过后 一片狼藉 可以说全部燃烧 已经全部撕毁了 家具包括床啊 柜子啊 还有存放物品 已经全部都烧掉了 房间里的角落里 一只被能烟吓死的猫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就在大家收拾着活场残局的时候 屋主赶了回来 看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屋子 收尽过度的屋主 极度失语 虽然民警们一直在一旁炫慰 但屋主仍然控制不住地在发抖 大概他冷静了十分钟左右 把我情绪才稍稍恢复了一些 很快 男主人王先生也闻讯干了回来 就在看到丈夫的一瞬间 屋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一个自己辛辛苦苦动手 营造的这么一个家庭 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 还是很正常的 突然被告知招过了 回来一看家里面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 他肯定是非常难接受的 据了解 王先生夫妻俩都是工厂的工人 收入并不高 多年的省吃俭用才置办了一个像样的家 但是他们辛苦经营起来的家 却被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王先生说 这场火灾发生至少造成五万元的经济损失 如今新年已过 可王先生一家却只能寄居在老家的亲戚家中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那么这场火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就是由于电热毯使用过后 它这个开关没有关闭 或者说它这个电源线因为没有拔 引起了电线这个短路 或者是温度过高导致的这个燃烧 总之就是说肯定是这个电热毯引起的燃烧 进入冬季以后 各种各样的取暖用品 变成了人们的预寒利器 但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和使用不当 往往会引发危险 2014年1月19日下午 新疆昌吉无家局势某民房突发火灾 民房和旁边的车库全部被烧毁 消防队员经过询问得知 起火的原因是 电热毯长时间连续使用 导致温度过高而引燃被入 从而酿成的火灾事故 2013年1月7日上午 四川省驻共市某小区发生火灾 浓烟滚滚 火灾造成一间房屋被完全烧毁 而起火的原因 竟然是家里的主人 在上班期间利用电热毯加温 酿制唠叨 排过了厚厚的棉被 虽然事后无诛后悔不已 但也已经于事无补 一旦电线短路或者是电热毯温度过高 引发火灾 燃烧速度是非常猛烈的 即便你房间里没有人 对房间里经济损失也是很大 所以说我想提醒大家利用电热取暖设备 尤其是电热毯取暖过后 一定要及时的关闭开关 并且最好将电源拔掉 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大家 在选购电热毯时要购买生产厂家名称 地址电话 生产许可证 产品说明书 使用期限等信息极权的产品 切勿贪图便宜 购买价格低廉 质量 无保证的产品 此外电热毯在实用中不能折叠 电热毯上不能放过后的真织物 通电时间要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 最多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收纳时 不要卷曲或压在重物下 尽量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最后提醒大家 电热毯自生产之日起 安全使用粘线为六年 不管是否使用超过安全粘线的电热毯 必须及时更换 千人为官 救援过程显现缓生 步步惊心 六小时生死大救援 平安三六五 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这里是浙江省临海市的北建山村 2013年8月13日中午 这个原本宁静的小村壮里 却人头传动 一片嘈杂 虽然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 但聚集在这里的上千个人 却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 在人们张望的方向 消防队员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那么 让上千人驻足为官的这个大坑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 眼前这个大坑原本是一口水井 而现在水井不仅他方 更重要的是 里面还埋压着 一位近六十岁的陈阿婆 那个井口有一侧是内部坍塌 而且从上往下看的话 是就是说一片黑 根据现场的村民介绍 他方的水井是由十块漆成的 井深四米左右 并且里面还有两名深的井水 这些信息让消防队员们瞬间 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都为了情况一文不分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村都极草 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然而 大家在担心阿婆安危的同时 也不禁好奇他为什么会被困在 他方的水井中呢 村民说 陈阿婆家养了一群羊 这天上午 阿婆在喂羊时 发现少了一只小羊羔 便出门去寻找 人家说 这羊 那儿掉在水井里 在水井里 陈阿婆果然发现了自家的小羊羔 看着小羊羔在水里挣扎 陈阿婆心急如焚 家里他们很苦 学好养羊 能够刺败 如果小羊羔被水淹死 陈阿婆就要损失一千多元钱 想到这里 陈阿婆赶忙找来梯子 他要下井救出小羊羔 那个井就是横谷横谷的井 一下井就倒了 发现陈阿婆深陷险境 村民们四处找人来帮忙 风暖中 有人想到了报警 来不及多想 消防队员们马上开始清理他方的石块 旁边热心的村民们也加入到了救援的队伍中 清理掉井口附近的石块后 消防队员看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 露出被困人员的帮手 这只手微微还能动 陈阿婆还活着 这不禁让救援人员都为之振奋 但此时陈阿婆的处境却不容乐观 被困人员的整个身体都进在水里 这个水已经上涨至被困人员的嘴边 一张开水 泥沙就进水了 所以说在这个往一步的话 这个被困人员可能就是 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见此情况 消防队员们立即找来水泵 将井水抽出 保证陈阿婆的安全 很快 水位下降到了安全线以下 接下来 只要将压住陈阿婆的石块 清除干净 就能将它拉出水井了 但这却并不容易 石块它是相互支撑的 一旦一块石块抽掉之后 加此块石去石正作用 被完全塌方下来 但此时 陈阿婆已经被困在四米深的水井中 两个多小时了 恐惧和疲惫 写满了她毫无血色的脸 必须想办法 加快救援速度 一番商业过后 消防队员 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打算就是 对阿婆的这个四周 经理挖掘 扩大的挖掘的救援面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 水井四周的泥沙十分松软 挖土基多业势产生的震动 随时会导致水井再次打发 但是陈阿婆 被困在井下的时间越长 危险就越多一分 没有别的办法 消防队员只能冒险一事 给阿婆先做好防务措施 因为我们还要展开工作 所以说怕 这次他妈的话 这个不利于救援 虽然挖掘机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 但松软的泥土 还是出现了二次踏方 幸运的是 由于安全措施到位 他方并没有对陈阿婆造成伤害 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压住陈阿婆退步的石块 终于被清理干净了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陈阿婆被长官救出 这场历经六小时的生死大救援 才告一段落 非常幸运的 这个整个阿婆没有说什么大伤 除了吸进几口泥水之外 整个人没什么大碍 如今 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但回想起当天的情形 陈阿婆依然心有余悸 现在陈阿婆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 生活也恢复了往日平静 救援虽然结束了 但陈阿婆不会忘记那些 在救援中磨破双手的消防队员 也不会忘记村民们 在救援中的顶礼支持 这是2013年12月17日上午 发生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一幕 该如何将这头 怕在水沟里的水牛拉上岸 就是让大家犯了难 那么 水牛是怎么被困在水沟里的呢 水牛的主人阮大爷说 这天早上 水牛像往常一样在草地上吃草 自己也没多想 就去忙其他的农活了 可是 当阮大爷再回到草地上时 却发现水牛 已经掉进了附近水沟里 阮大爷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水牛却纹丝不动地待在水里 由于天气寒冷 空中还下着小雨 水牛的腿已经冻僵 若不及时把他拉上岸边 水牛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冻伤 无奈之下 阮大爷找来了消防队员们帮忙 能不能带走到硬把他拉上来 几个人啊 拉起来一点点 它太厉害了 然而 这头被困的水牛 左右九百多斤重 没有水牛的配合 光靠人力是不可能把他拉上岸的 但此时的水牛 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被冻僵的腿 怎么也用不上力气 此时 水牛也只能无奈地在水里吃草 补充体力 消防队员们决定 先用绳子把水牛身体固定住 再利用强险救援车的吊臂 把水牛吊起来 大家忙活了十几分钟 终于顺利地将绳子固定在了水牛身上 手上去 再手 在吊臂的帮助下 水牛终于被吊上了岸边 看着自家水牛无助的样子 软大爷心疼不已 赶忙拿来食物给水牛补充体力 幸运的是 后将检查 水牛并没有因此而受伤 2014年1月14日中午 吉林省延宾州公安消防支队 延级大队河北中队 接到报警称 辖区内 魂屋高速某路段 有车辆切火 请求支援 赶到现场后 消防队员迅速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 同时对油箱 实施降温 防止爆炸的发生 十分钟后 在水墙的强势压制下 明火被顺利扑灭 消防队员立即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 消除富然隐患 消防部门分析指出 大部分车辆自然主要原因是漏电 漏油 接触电阻过大的 特别是冬季 即引发车辆自然 因此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车主要经常维护 保养车辆 检查车辆是否有漏电 漏油现象 确保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影响